我和柳如烟是雷打不动的年纪前二 在你追我赶中双双拿到了国内最高学府的保送名额 但在保送面试的前一天 柳如烟收下了笑霸给的房卡 我担心她一步踏错 前途近毁 带着老师在酒店大门前将她拦下 后来我们一起步入高校 毕业后结婚 生女 家庭圆满 事业顺利 直到女儿满约那天 柳如烟将女儿抱到天台 咒骂我毁她初恋 扬言也要让我常常痛失所爱的滋味 说完 她便将女儿从33楼抛下 我追着那小小的身躯一跃而下 却连强宝一脚都未能抓住 若是重来一次 她的前途 我绝不干涉 还给我 柳如烟恼羞成怒的声音将我唤醒 看到她身上的校服和我手中的房卡 我才意识到我重生了 这是我们保送面试的前一天 柳如烟刚刚收下笑霸邹博扬给的房卡 而我目睹了这一幕 上一世 因为担心她被人哄骗 做出后悔一辈子的选择 我夺走她的房卡 劝说她以学业为重 她并不听劝 我只好找到老师 当天晚上 赶到酒店大门前将她拦下 第二天 我们的面试都很顺利 高三还未结束 我们就敲定了国内最高学府的入场券 结果出来的那天 柳如烟单独请我吃饭 郑重向我道谢 温子墨谢谢你 那天晚上 如果不是你阻拦我去赴约 很多事情可能都会不一样了 很久之后 我才知道 那天晚上 因为柳如烟没有赴约 邹博扬深夜在公路上飙车 结果车毁人亡 又是在很久之后 我才知道 柳如烟从那时起就在怨恨我 她后来接近我也只是为了复仇 但那时的我并不知道 我只知道因为这件事 柳如烟和我越走越近 她和我的同桌换了位置 午餐时 也和我同去食堂 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同学们看在眼里 不时对我们起哄 柳如烟却坦言 没错我柳如烟就是喜欢温子墨 怎么了 老师们闻言 因为我们的保送生身份 也乐见其成 选择了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而我 无疑是开心的 高一入学时 我作为年纪第一 在开学典礼上发言 她从人群中站起向我喊话 温子墨我是柳如烟 记住我的名字 因为下一次 我会是年纪第一 那时的她是那么闪亮 自信 那股不服输的劲 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 事实上 她也的确做到了 高一的第一次月考 她拿到了第一 而我屈居第二 此后的一次次考试中 我们你追我赶 没有谁能始终坐稳第一的宝座 我们是彼此不断向前的动力 也是双方不能懈怠的理由 对于她 我不只有少年青春期的激动 更有作为志同道合者 纯粹的欣赏 正因如此 我才会担心 她做出抱憾终生的决定 我才会越过边界 去干涉她的事情 因为在我心中 她值得更美好的未来 也正因如此 在她高调表白后 我们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交往 我们一起步入大学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亮 在最美好的年华结为连理 并很快有了爱情的结晶 女儿满愿那天 我们大宴宾客 人人都艳羡地称 我们是人生赢家 她却在宴会途中 将女儿抱到天台 一字一句地告诉我 这么多年 她从未爱过我 她说 柳如烟为爱邹柏扬 她怨我当年的阻拦 恨我害死了邹柏扬 她之所以和我在一起 就是为了让我尝到 痛失所爱的滋味 她的话犹如五雷轰顶 直到见她将女儿高高举起 我才回过神 我跪在地上恳切地哀求 她对我怎样都行 但求她放过我们的女儿 那么小小的一个人儿 那么柔软 那么脆弱 经不起一点点的伤害 她却笑了 温子墨你越痛 我便越痛快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当年我有多痛 说完 她便将我爱如珍宝的女儿 从33楼抛下 我追着那小小的身躯 一跃而下 却连强宝一脚 都未能抓住往事 如白居过信 唯有失去女儿的痛 刻骨铭心 柳如烟伸手扯回房卡 也将我从回忆中拉回 看着将那张房卡如珍宝般 捧在胸口的她 我将曾经的那些劝说 悉数咽下 在她诧异的目光中 沉默转身 我听到她在我身后喊 温子墨 不许告诉老师 我脚步未停 柳如烟 你放心 这一次 你的选择我绝不干涉 我与你 也在无瓜葛 第二天 我和上一世一样 正常参加面试 与考官相谈甚欢 顺利拿到了保送资格 柳如烟却缺席了面试 学校得知消息后 立刻约谈了她的家长 没人知道 她为什么没去参加面试 面对老师和家长的质问 柳如烟满不在乎的说 因为我有比这更重要的事 她的妈妈听到这句话 当即就扇了她一巴掌 柳如烟 你读了十多年的书 就是为了这件事 还能有什么事比这更重要 我走进老师办公室的时候 正好撞见这一幕 她瞪了我一眼 哽着脖子 朝她妈妈和老师嚷道 我不需要被保送 照样考得上 她态度嚣张而强硬 保送化为泡影 已是板上钉钉 老师觉得多说无意 只能打圆场 让她好好准备高考 母女二人黑着脸 走出了办公室 与我擦肩而过 见我进来 脸色难看的老师 才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 我有些抱歉 但还是开了口 老师 对不起 我决定放弃保送 参加高考 老师大惊失色 询问我原因 其实原因很简单 上一世我和柳如烟 一起保送进那所学校 那里有太多回忆 我不愿在一起 但现在我只能说 这与我的未来规划不符 我想去另一所 与之其名的高校 这是一个不够充分 但说的过去的理由 老师见我态度坚决 也无力再劝 我和柳如烟 同时失去保送资格的消息 很快传开 同学们开始私下猜测 其中原因 风言风语 甚嚣尘上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 柳如烟因病缺席面试 痛失良机 而我因为暗恋她 主动选择了放弃 想要陪她一起高考 我听了只觉得好笑 为了所谓的爱情 放弃前途 这对于爱情的理解 未免太幼稚 浅薄 但有人并不这样认为 一个放学后的傍晚 我被邹柏阳堵在了校门口 他叼着烟 搂着柳如烟的腰 斜着眼睛看我 说呆子 听说你为了老子的女人 放弃了保送资格 我很难理解柳如烟 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个人 不由地猝起了眉头 柳如烟却乐在其中 贴在她的身上 嘎声嘎气的撒娇 是她自作多情 人家和她可没什么关系 就你爱吃飞醋 邹柏阳没搭理柳如烟 反而凑到我面前大声说道 老子告诉你 你面试的时候 他在老子的床上爽的叫 你当舔狗也没用 他这副嘴脸实在令人作呕 我瞥见柳如烟的脸色 也变得有些难看 觉得有些可笑 你放心 我对他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冷笑一声 静止离开 柳如烟很快更新了版本 柳如烟爱上校罢 为了和他考到一个学校 放弃了保送资格 而我则是爱而不得 为爱发疯 因为柳如烟和邹柏阳 开始高调恋爱 还逃课去约会 面对学校和家长的阻挠 柳如烟坚如磐石 甚至以死相逼 而我变得沉默寡言 每天像机器人一样 上课 刷题 雷打不动 在同学们眼中 柳如烟成了为了爱情 不顾一切的勇者 而我是只知道学习的可怜虫 我只觉得好笑 一群三观尚未成型的小孩 还不知道人生中 真正重要的事是什么 但考试的重拳 会让他们清醒过来 一个月后的模拟考 我毫不意外地稳居第一 而柳如烟 却破天荒地跌到了一百名开外 向他那位常年吊车尾的 校罢男友逐渐靠拢 我本以为 我和柳如烟的人生轨迹 就会这样渐行渐远 从此一别两宽 但命运的纠缠 似乎并没有那么容易斩断 晚自习放学后的一个夜晚 我收到了一封 来自陌生人的邮件 没有任何文字 只有几张照片 柳如烟和邹柏阳在床上 和其他情绪 我不知道这封邮件来自谁 也不明白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但我也不想搭理 毕竟他的事与我无关 第二天 我照常上课 就像从未收到这封邮件 直到大课间 邹柏阳在走廊上 与我相像而过时 故意用肩膀撞我 照片好看嘛 声音微微压低 挑衅的意味却毫不掩饰 原来是他发的邮件 我停下脚步 看向他 他的脸上写满了得意 还夹杂着一丝兴奋和期待 看到你的女神 在我的床上发骚 不好受吧 柳如言亲口说 你不如 温子墨 你这种人 照样会输给我 一个美满18岁的小子 还没有学会不动声色 几句话 就将自己的意图暴露无遗 他想激怒我 他想在我这里找到忧郁感 可是 为什么 疑惑一闪而过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小事 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课间 我去办公室请教问题 正好撞见老师 在训持邹柏阳 借我进来 老师有了正面教材 捧着我将邹柏阳 狠狠踩到了地上 邹柏阳 像你这种人 样样都不如温子墨 我要是你 见到人家都没脸抬头 当时我只觉得尴尬 找个借口迅速离开了 那是我上一世 和邹柏阳的唯一一次交集 后来再听到他的消息 便是他对柳如嫣一见钟情 展开了热烈追求 他骑着机车 护送柳如嫣回家 他抢占学校的广播室 为柳如嫣弹琴唱歌 他让他那帮所谓的小弟 每一次见到柳如嫣 多鞠躬叫嫂子 而这对情斗初开 一直过着 循规蹈矩人生的柳如嫣来说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他开始为爱疯狂 两世的碎片拼凑在一起 所有的疑问都有了答案 原来没有什么一见钟情 不过是一个自尊心受挫的人 为了一个假想敌 找了一个出气的工具 我看着邹柏阳淡淡开口 邹柏阳在我面前 你就这么自卑吗 邹柏阳的脸瞬间涨红 扬起拳头就想揍我 却在教导主任警告的眼神中 不甘地放下 我又道 但你可能误会了什么 我觉得你和柳如嫣十分般配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说完 我便禁止离开 没有再给他一个眼神 但其实我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淡然 一种荒谬又可笑的感觉 爬上我的心头 挥之不去追根溯源 这一切竟是因我而起 前程往事不停地在我脑海中翻涌 最终定格为女儿自高空坠落 化为一抹鲜红 触目惊心 温子墨 严厉的喊声将我从深渊中拽回 老师就没提问 我走神了 并不知道他讲到哪一题 只能站起身沉默 这时桌面上推过来一个笔记本 娟秀的字迹清楚地写着答案 我扫了一眼 迅速整理思路开口 老师神情稍缓 但让我坐下之前还是添了一句 不要仗着成绩好就松懈 要知道学习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我知道他是在借我敲打柳如烟 点点头 没有争辩 桌面上的笔记本已经被主人收回 他来自我的同桌江灵 坐下后 我低声向江灵道谢 他正经危坐 端正地记着笔记 没有理我 上一世 他与我同桌不过半月 就和柳如烟换了位置 所以我与他并不相熟 我只记得高中时 他成绩中等 性格内向 高考也只考了一个普通一本 在我们这种尖字班并不起眼 但后来他一路逆袭 考上了最高学府的研究生 毕业后又继续读博 成了我们班在学术路上走得最远的同学 学校还邀请他回来做过一次演讲 有同学拍了视频发到群里 他独自站在学校的大礼堂 在满足的学弟学妹面前 眼睛里绽放着光彩 言辞却依旧谦逊 他说自己并不聪明 高中时学得很吃力 又因为性格内向 不爱向老师提问 很多不懂的问题 只能靠自己死磕 虽然比别人慢 但靠着十年如一日的努力 他还是走到了这里 他相信学习是付出 就一定会有回报的事情 道足且难 但行则将至 那时 我和柳如烟已经结婚 我看着视频感叹江陵的恒星和毅力 的确让人佩服 柳如烟却不屑一顾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要是像他一样努力 一定比他厉害 想到柳如烟 我再次从回忆中抽离 放学后 江陵还是坐在位置上默默刷题 我愁愁片刻 还是开了口 如果有不懂的问题 可以问我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他高中的这段路程 能够比上一世轻松一点 至少不要那么孤苦 他愣了一下 看着面前的卷子点了点头 没有看我 见他此刻似乎没有问题想问 我便起身离开 没想到刚到门口 就碰到了神采意义的柳如烟 沉浸在爱情中的他 心情很好 对谁都笑脸相迎 包括我 看着他的笑脸 我心中百感交集 我纵然恨他 厌恶他 但这一世的他 还不曾伤害任何人 我与他之间的爱与恨 也不会再发生了 更何况 我已知晓邹伯扬接近他 是因为我 我纵然还是恨他 却不能如此卑劣 最终我还是将手机里的 那封邮件给他看了 我告诉他是邹伯扬发给我的 如果他想要报警 我可以提供证据 至于他要怎么做 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 他看完邮件 脸变得煞白 但下一秒 他就将我的手机 狠狠砸到地上 随即扇了我一巴掌 温子墨 我警告你 不要挑拨我和阿阳的关系 他的声音尖锐 指甲也锋利 划破了我的脸颊 有一点疼 我抹掉血迹看了看 却突然感觉 卸下了一块大石 甚至还有一点开心 因为我开始意识到 面对一个自甘堕落的敌人 会有多轻松 你不用变得卑劣 也不用和他勾心斗角 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看着他自己下地狱 照片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聊过这件事 但听说他们愤愤合合 仍旧爱得轰轰烈烈 他们的狗血爱情 成了同学们枯燥学习之余的谈资 有人说他们在学校门口护山巴掌 也有人看到他们在街头高调拥吻 还有人传他们在学校的小树林 偷射了禁果 有无聊又八卦的同学 假装不经意地在我耳边提起 打探我的态度 我统统回忆六字真言 尊重他人命运 这是我上一世用惨痛的教训换来的人生真谛 永生难忘 见我真的漠不关心 渐渐的 也不再有人拿柳如烟的事来打扰我 我的生活回到了正轨 上课 背书 刷题 偶尔给江陵讲题 一开始 他并不好意思问我问题 直到有一次 我瞥见他看着一道错题发呆 主动开口讲了我的解题思路 后来他再遇到不会的题 便也不再休于开口 我也开始明白 他上一世为什么可以走得比我们都远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同学来说 学习只是考上大学的手段 但于他而言 学习便是目的本身 他想弄明白一道题 不是为了高考时能多考两分 而是单纯好奇 他想要的是一个答案 是知识本身 他的求知欲 我自愧不如 最新一次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 老师已经不再提成绩直线下滑的柳如烟 而坐稳了年纪第一的我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但向来毫无存在感的江陵 一跃考进了年纪前十这件事 震惊了全班 就连老师也在班会上惊喜地表扬了他一番 只有我一点也不惊讶 江陵的每一步都稳扎稳打 他超过我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那天放学后 江陵在门口叫住了我 温子墨 谢谢你 他的声音不大 却很诚恳 我很开心 不同于自以为拯救了他人的自得 这是一种成人之美后的欣慰 你应该谢谢你自己 这还不是你的极限 不要放弃 你会去更高更远的地方 我看着他认真说道 他眨眨眼 有些惊讶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柳如烟就推开他 从我们之间掠过 奔向了在走廊尽头等他的邹柏阳 有同学看到这一幕 凑到江陵身边嘲讽柳如烟 江陵没接话 没过几天 有消息传出 邹柏阳和柳如烟分手了 与此同时 柳如烟称病请假 好多天没来学校 对于这些事 我照就不闻不问 直到一天放学后 我看到邹柏阳塞给了江陵一束玫瑰花 我下意识猝起眉头 想要上前 却恍然想起了上一世的事 温子墨 你又忘了吗 尊重他人命运 少管闲事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 江陵看到了我 温子墨 我有道题想问你 他大喊一声 将话推回邹柏阳怀中 跑向了我 邹柏阳却不依不饶 将我们一起拦住 我将江陵护在身后 既然是他向我求助 我便没有理由不管 冲突一触即发 柳如烟却在这时流着泪飞奔而来 将邹柏阳一把抱住 他穿着病号服 试着脚 左手腕上缠着一圈纱布 他捧着邹柏阳的脸颊端降着 泪流满面 阿阳 我好想你 邹柏阳不耐烦地推开他 你干什么 我们已经分手了 江陵悄悄扯了出我的衣角 示意我赶紧走 我却背脊发凉 脚下如深根发芽 动弹不得 你怎么能和我分手 你知不知道我为你做了什么 我为了你 甚至杀了自己的女儿 柳如烟歇斯底里的咆哮 邹柏阳莫名其妙 江陵不知所措 只有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 他也回来了 他怎么敢提起女儿 他怎么敢 世界开始微微摇晃 一抹鲜红的血色在我眼中蔓延 逐渐染红了一切事物 左边的墙角下 有一根断成两截的木棍 断裂处木刺尖利 如果将它插入纤细的脖子 再狠狠拔出 一定会见出一片鲜红的血液 就像女儿坠落时 映入我双眼的那抹红 木棍离我越来越近 有人却拉住了我的手腕 是江陵 他一脸担心地看着我 轻声问 温子墨 飙升的体温和沸腾的血液 缓缓平息下来 触目惊心的红色也渐渐褪去 世界恢复了他本来的模样 江陵递给我一张纸巾 我这才发现 自己脸上已经流下两行热泪 他没再多问 我默默擦掉了眼泪 而另一边 柳如烟和邹柏阳还在拉扯 阿阳 你说过会爱我一辈子的 柳如烟声音哀怨 邹柏阳却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表情夸张地反问 拜托 我在床上说的话 你不会都当真了吧 看来你们尖字声也很蠢了 你不爱我 为什么还来招惹我 柳如烟压低了声音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之中挤出来的 好完备 想看看你们这些好学生有多难掉 结果还不是我动动手指就过来了 柳如烟沉默了 江陵轻轻扯了扯我的衣袖 走嘛 重来一世 我成全了柳如烟 然而她追求了两世的爱情 原来是如此卑劣的东西 柳如烟 但愿你已经开始后悔 享受着人世间最折磨人的情绪 我点点头 和江陵转身离开 然而没走几步 身后就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喊 如果不是我 你已经死了 我要杀了你 我们回过头 只见柳如烟像疯了似的潮州薄阳扑去 想要掐她的脖子 却被对方轻松抓住手腕狠狠甩开 她被掀起 又重重落到地上 身下蔓延出一地血红 这件事闹得很大 警车 救护车都来了 学校也表示要严肃处理 但因为柳如烟和邹薄阳都是未成年人 两人的关系并不存在任何强迫行为 最后的那场冲突也是柳如烟先动手 邹薄阳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 双方家长都选择了大事化小 小事化疗 最终学校开除了邹薄阳 而柳如烟则是既打过并留校查看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见过邹薄阳 留下来的柳如烟承担了一切 已经滑到班级吊车尾的成绩 流场后虚弱的身体 老师和父母失望的眼神 以及传遍了街头巷尾的流言蜚语 在医院休息一个月后 柳如烟重新回到了学校 听说她的父母本想让她复读一年 但她坚持要今年参加高考 她觉得自己可以赶上之前的成绩 她重新回到学校的那天 瘦了很多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学校里十七八岁的孩子 内心比成年人柔软许多 大家都动了侧影之心 觉得柳如烟是一个受害者 都下意识地照顾她 只有我这个活了两世的大人 不如这些孩子纯真 我恶毒地想 她活该 但也仅此而已 她已经吃尽了苦头 我一无心与她缠斗 然而放学后 她却叫住了我 温子墨 那天 你为什么没有阻止我 她问得小心翼翼 但我知道她是在试探我 她想知道我是不是和她一样 重活了一世 我觉得有些可笑 她知道之后想怎么样了 为上一世的事向我道歉 道歉是世间最无用的东西 她并不能将受害者的伤痛一笔勾销 只不过是加害者良心的安慰剂 而我不会给她这个机会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就像根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那 哪天 阻止什么 她松了一口气 没有再追问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 应该以更大的恶意来揣度她的内心 第二天我到教室的时候 她正站在江灵的位置旁边 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江灵 和我换个位置吧 江灵写完一题的答案 才抬起头看她 表情平静 为什么 柳如爷愣了一下 她没想到江灵会反问她 毕竟上一世 她向江灵提出换位置时 江灵什么也没说就搬走了 我有一些问题想和温子墨探讨 做一起更方便 好不好 她习惯性地撒起了胶 就像全世界都应该闯着她 江灵坚定地摇了摇头 马上就要考试了 到时候你可以重新选想做的位置 我们班的位置是按每次考试的成绩排名 自由选择 但以柳如烟现在的成绩 她的选择其实并不多 他们僵持太久 已经有同学看过来 柳如烟的脸上有些挂不住 我知道江灵只是在陈述时时 并没有别的意思 但柳如烟却感到被冒犯 仗红了脸 发起了脾气 拽什么拽 我之前是没有努力 我开始努力了 有你什么事 她气焰嚣张地说 她还会是第一名 我突然想起了开学典礼那天 她也是这么言之凿凿 很相似的情境 但心境却截然不同 那时的她自信而磊落 通过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就能看到她内心那颗炽热的 不服输的心 但现在 我只能看到极度 哀怨 以及无法掩饰的恶意 她终于将残留在我心中的 最后一次美好彻底抹去 江灵没有回应 柳如烟则在大家小声的议论中 愤然离去 我回过神 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众人对柳如烟的议论还未平息 江灵却已经开始刷新的题 平静的就像是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与她无关 看着她皱眉 与一道难题做斗争的样子 我好像也回到了17岁的那个夏天 难得幼稚的自我吹嘘了一下 做得好 换了位置 哪还有我这个大神给你讲题 她没有看我 给我讲题才不换的 我没料到她会搭理我 愣了一下才问道 那是为什么 她沉默了片刻 很小声的开口 看到她的时候 你总是很悲伤 就像有什么地方很痛 怎么会不痛呢 我每一次看到柳如烟 都会想起绵绵在我面前掉落的那一刻 我抛下了一切 却还是抓不住她 最后 我的心跟着她一起急速坠落 摔得血肉模糊 但我没想到 我成功忙过柳如烟的情绪 江灵竟然感受到了 我转过头 假装忙着翻箱找试卷 极力克制住眼眶中的泪水 江灵什么也没问 什么也没说 继续刚才那道解到一半的题 后来她也没再问过 她一点也不八卦 但也并非冷漠 而是礼貌地守着一个边界 有温度 也有距离 高考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我和江灵无言而默契地并肩前行 那些曾经热衷于八卦的同学 也变得安静 而柳如烟终于开始焦虑起来 在她开始努力学习 想要追赶上昔日的自己时 她才意识到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离这些知识都太久远了 久到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们 重新捡起来并不容易 作为比她先认识到这一点的过来人 我再清楚不过 所以当她提出希望 我为她补习功课时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才清楚地知道了 她当初试探我是否是重生的目的 如果我没有上一世的记忆 她可以继续利用我 一个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个程度呢 我想我永远也无法理解 毕竟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有时候比人和动物还大 在高中最后的日子里 我不再关心柳如烟的情况 无论她是好是坏 都与我彻底无关了 但我没想到的是 她竟然会在高考时选择作弊 我是在高考结束那天的班级聚餐时 才听说的 柳如烟在综合科目的那场考试中作弊 被当场抓到 各科成绩都被取消 未来的三年也不得再参加高考 我很意外 她怎么会变得如此愚蠢 如果复读一年 她其实可以重新来过 但她偏偏选了最糟糕的那条路 这样的一个烙印会跟随她人生很久 高考结束后 校园论坛里全是聊她的帖子 早恋 流产 高考作弊 有人惋惜一个本有着大好前途的优等生就此堕落 但更多的人认为她是自作自受 她亲手埋葬了自己过往的荣耀 直到高考成绩出来 大家对她的议论才渐渐散去 因为有了一个更值得讨论的话题 江灵作为一匹黑马 成为了当年全省的高考状元 而我以一分之差 紧跟在她的身后 和她一起被同一所top级高校录取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江灵在镜头前很郑重地感谢了我 她说她以前一直认为 学习本就是孤独而辛苦的事情 但现在她知道了 如果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并肩前行 便不孤独 也不辛苦 我在电视屏幕前 同样感慨良多 江灵感谢我 我又何尝不感谢她 因为上一世的事 我一直带着怨恨和痛苦 我变成了一个恶毒的人 希望柳如烟也坠入深渊 尝尽百苦 只有在给江灵讲题的时候 我才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坏 那么糟糕 快开学的时候 江灵约我一起去学校报道 我没有与她同行 因为我还有一件未完成的事 我用高考后收到的长辈给的红包 买了一块墓地 给我的绵绵立了一个衣冠种 说是衣冠种 但事实上 我连她的一件小衣服也无法找到了 这一事 她甚至从未存在过 但她始终在我的心里 棺木入土的那天 我在空荡荡的骨灰盒里 放了一只长命锁 墓园的工作人员 或许是看多了时间百态 虽然觉得我有些奇怪 但也没有多问 事情办妥后便默默离开 留我独自在目前虔诚的祈求 亲爱的绵绵 希望下一世 你可以降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健康快乐 长命百岁 和绵绵告别之后 我便独自北上 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我和江灵在不同的院系 课业都不轻松 平日里并不常联系 但偶尔空闲 我们也会相约吃上一顿饭 我本以为我和他之间就如同君子之交 再无其他 直到一天晚上 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 他很急切地说找我有事 我一下就慌了 穿着拖鞋就跑向了他的宿舍 还在路上就遇到了同样跑来的他 他表情严肃 气喘吁吁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却突然看着我说 我喜欢你 他很严肃 又很笃定 就像在陈述一条数学定理 而我愣在原地 就像一万朵烟花 同时在我脑子里绽放 我的心脏也跟随绽放的烟花不断狂跳 今天我突然很想见你 但没有任何原因 所有的问题都应该有个答案 不是吗 所以在排除掉一切不可能之后 我得出了答案 我喜欢你 他一本正经地分析着 接着向我发问 你喜欢我吗 本能告诉我答案 当然是喜欢的 就像是树上开出的花朵 它不只是因那一刻而绽放 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生根 发芽 含苞之后 在一个明媚的午后 自然而然的过程 但我犹豫了 我拥有两世的记忆 我有过另一种生活 这对江林来说 公平吗 一个证据的答案 需要充分且真实的信息 才能够得出 我想要将所有的事 合盘拖出 再等待他最后的答案 他却直接将我打断 此刻 你喜欢我吗 不等我回答 他又说道 我从你的眼睛里 看到了答案 说完 他点起脚尖吻了我 那天 是我们恋爱的第一天 后来 我们一起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毕业后 我开始工作 他则继续自己喜欢的科研 他再一次收到了高中的邀请 回去演讲 但这一次 有我陪着他 高中同学听说我们回来 借着这个由头 组织大家聚了一次 听到有人提起柳如烟 我甚至有些恍惚 这个名字早已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如今猛然听到 也在吴波兰 信息比较灵通的几位同学说 柳如烟后来没再参加高考 兜兜转转又和邹柏阳纠缠到了一起 但就在去年 两人吵架后开车 出了车祸 邹柏阳当场死亡 柳如烟也瘸了一条腿 我不仅有些唏嘘 邹柏阳竟然还是死于车祸 命运真是捉摸不透的东西 话题很快被转移 如今的柳如烟 早已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聊聊几句便被人接过 聚会的最后 我和江灵向大家宣布了 我们即将结婚的喜讯 大家在祝福声中分别 相约着要来喝我们的喜酒 我没想到还会收到柳如烟的消息 他给江灵发了短信 说江灵不过是他的替身 他才是我的白月光 看到短信的时候 我对于柳如烟那尘封已久的厌恶 再次涌上心头 江灵倒是比我情绪稳定 还反过来安抚我 我牵着江灵的手 逐渐也平复下来 的确如江灵所说 我们不必让那些不相干的人 影响我们的心情 但有人的恶心程度 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婚礼当天 酒店工作人员说有客人找我 我前去迎接 没想到来的人柳如烟 他穿着一身白裙 看到我就开始掉眼泪 温子墨 好久不见 这些年 你想过我吗 我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我们一起被保送 毕业没几年就结婚了 过着非常美好的生活 我们本应该在一起的 我冷眼看着他表演 他见我无动于衷 又说道 我知道你是怪我选了邹柏阳 但我那时被他骗了 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说着 他突然向我扑来 我赶紧闪避 他跌倒在地上 我又后退一步 以免他碰到我的鞋子 是时候让一切终极了我缓缓开口 柳如烟你怎么敢来找我 你说你做了一个梦 那你还记得绵绵吗 听到绵绵名字的那一刻 柳如烟脸色大变 惊惧地看着我 你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居高临下 默然地看着他 就在你和邹柏阳开房的那一天 他愣了一下 随即想明白了一切 又变了脸色 癫狂地嘶吼起来 温子墨 你恨我 所以你故意害我 都怪你 我才会变成今天这样 直到最后 他还是责怪他人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我看了看手表 留下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我只是如你所愿 没有多管闲事 安保人员在我的事宜下 将他脱离会场 我转身离开 准时奔赴属于我的幸福 婚礼进行曲奏响 我在亲友的祝福声中 坚定地走向江陵 而他就在花落的尽头 带着笑容望向我 这一刻 我好像听到上帝 在我耳边低语 人类啊 我赋予你们爱的能力 正是让你们去爱那些值得的人 祝福你 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我赋予你